今天他要跟我們問的是攸關的 木梅菌對草莓的碳區病感有治療效果 什麼樣的程度 碳區病下菌才有幫助 木梅菌拿來做碳區病的一個 這種草莓碳區病的一個應用 我相信在材料的時候 在業面上的碳區木梅菌絕對是效果很有限 你若是在鄉陶這裡 在鄉陶這裡的確實有這種好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去用 但是木梅菌現在在應用的時候 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拿到木梅菌 多數上我們所了解到的 包括我們自己在應用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本身菌數的一個 因為是一種真菌 這種真菌的東西 在應用的這個規定裡面 最大的困難就是它的菌數會比較少 所以你如果是說可以跟其他 並說你跟這個業界 做一個堆肥 或是說這個 那種米坑 可讓它二次再次發酵起來 讓它的菌數可以更多 達到一個活動的一個效果 這樣這起來確實它的菌效果還不錯 就是說它對這個來應用的 就有一定的這個效果 如果沒有效果通常就沒有什麼太好 如果說在效果 說在效果 並說你去給它發酵還是怎樣 我覺得那個東西效果也沒有很明顯 就是說你起來這個效果 沒有真的沒有很明顯 簡單說就是這樣 就是說 確實它的一個效果 就沒有這樣一個有效 所以這個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人說會這樣 就是這樣 它的原因最主要 最主要的這個情形 就是說 它菌數比較少一點點 它這個 它的困層真的是繼續少 這有時候確實是 在這個裡面會面臨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菌數過多 其實呢 這個效果上 這個還不錯 還可以 不過就是說在這個研究上 這個木霉菌的本身 因為它其實木霉菌 是一個木霉菌 一個屬令 說像這個枯草桿菌 枯草桿菌 是一個屬 我們在分類的時候 會比較算起來 種又起來 這個屬 由於管理 算下來的 這門鋼木 科屬種 對吧 所以它是買了這個 就是 我們說的 蜜豆摩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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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木霉菌 這個木霉菌 這個東西 裡面有很多 很多種 有些什麼 現在比較接受的 應該是一個 這個 哈刺木霉菌 這在中國大陸 大概看到 百分之九十一種 所以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一個 這個真菌 裡面 算是一個很明顯 但是現在 所有的這個 研究裡面 都針對這個 連胞菌 還是說 這個白菌病 白菌病 這類的這個東西 當然 拿來做草莓 做這個灰莓 這個灰莓病 包括這個 炭菌病 這個東西 這個研究 這個都是有的 有這樣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 一種的這個研究 就是說哪一治療 這個菌 直接要去治療 這種 炭菌病 其實 我都持 我個人 我個人都 一載持 這個 比較保留的 態度 因為 真的 沒有什麼樣的 效果 這些效果 在實驗室 都是有效的 但是 在我們的 這個 橫鈴 都沒有用 那天我剛才有一個 荷蘭的 荷蘭的 研究這種 生物刺激劑的 一個 一間公司 一個技術人員 然後在溝通 然後他們在做研究 他說 這個出來就是 試管階段 在這個試管裡面 去治癡 試管階段 裡面 他會在一個 生長箱 在一個 生長箱的 這個階段 試試看 好像可以 生長箱 好像可以 的時候 他會去一個 精密溫室 非常精密 防控什麼都做很好的 一個 這個精密溫室 精密溫室 比較去一般溫室 一般溫室 比較去一個 這個 大田溫室 就是說去大棚 大棚 大棚之後 比較去到這個 田間 所以 他說一句話 我覺得 這幾年 在做這種維生物研究裡面 我聽到這個人 可能最實在 他說 一個維生物到田裡面 要非常有效 這一條路 其實是非常的漫長 在這個用法上 都要不斷去 去改 這個 去給他 這個調整 這個裡面 這個 等一下 可能這個問題回答了 的時候 陪我來 沾對這個東西 再給好朋友 做一個這個說明 其實 最近又學了一些東西 這個 確實就是說 像有這種碳疾病 你有木霉 木霉菌 他要直接去治療 我覺得 不要這樣子想 就是說 我們有給他 一定有他的這個好個 這有一個防治的 這個 這個效果 但是真正要拿他來治 這個不太容易 做這麼多年來 我們所有看到的 這個 這種生物製劑 微生物製劑裡面 唯一 真正可以說 拿來做 這個治療的這個部分 在病害上 看不到 在糖裡面 也只有一個 這個 蘇利菌 收到困的一個毒蛋白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 現在我們都是 首先就是要預防 並說我們要用黑漿菌 你不可以當糖很多 我們糖有的時候 把糖 但是你雖然要糖 他到時候 慢慢慢慢才會有效 就是說他一個這個族群 比如說一天 我們好朋友自己在做 我覺得我們 這位神社 這位聽眾朋友 哇這真的是神人 這不合是對於有夠配合 這 可知道這種人不太 沒有這個聯發生物科技 也不是聯發生物科技 全台灣這些生物科技公司 都要被打包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去學 他一些這種 在做 怎麼樣讓菌素 在這個短期間 在我們可控的這個範圍裡面 做得很大很好 這起來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做病害防治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像木霉菌 你說要用碳居病 也是可以的 草莓碳居病 確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效果跟 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有實驗的效果 但是是不是有田間的效果 這個就不太一定 這個問題 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給你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 基本上 我們 再來你問的問題 說有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 什麼樣程度的 碳居病下菌 才會有幫助 預防 反正你就是 醫療不太嚴重 你就先用 比如說你 這個殉狀牙包感菌 我們把它拌著拌著 每個 每一週 或是說 每七到十天 你就要拌一拌一拌一拌 他也對這個 碳居病有很好的 預防效果 這是這樣 剛才 這個問題 我們回答到這裡 剛才的報告說到 和荷蘭這位大牛 在討論 他在問 說我們 對這個 熔林菌 效果怎麼樣 我一直強調 效果非常好 然後他就問 我們怎麼用 怎麼用 我說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用 差不多多久 用一次 他跟我們說一句話 他說你們 你們都找到的點 就是 因為我們在營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在用荷蘭菌 我們都找到一些 這個鍋 找到這個 已經開始在營營 比如說 工結類 我們最接用的 工結類 我們就是在開春 這段時間 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開始營營 所以這個點是很重要的 這個點很重要 這個就是 它開花 效果 效果 那時候你點也需要很少 它金也大量在營營 所以我們那時候 用荷蘭菌 這個點 這個點很重要 水稻 水中 我們在補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 他剛開始 金開始要營營 他開始營 肉糕 我們再補一次 這個時間 這個點 我們都去抓到一個點 這個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 因為 衛生物 我們為外借 我們服役的 並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 給它補充 這個榮林菌 我們榮林菌 把它補充下去 榮林菌補充下去 在土壤裡面 很多好朋友 一定會問 這個榮林菌 在土壤裡面 可以多久 其實 它如果是土壤的 種態好的時候 它很久都可以找到 榮林菌 但是它的量 它的量 是差不多 21天到28天 這個中間 會有很明顯 不知道 大概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幾週以後 這個量明顯 會有稍微往下掉的趨勢 這個原因就是 我們這個榮林菌 還是說 殉狀搖包桿菌 還是說 木霉菌 還是說 抑化電紋搖包桿菌 放線菌 這個我們把它加在 加在這個 這個土壤裡面 大概 四周的時候 這個土壤 又會出現另外一個平衡 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這個外來 把它加下去 這個困的 這個量 是會降低的 所以我們 如果是為了 土壤裡面 這個榮林菌 他們都很多 你就是一個月 再加一次 一個月再加一次 那不然就是 像我們用的那種方式 用在那個點上面 用在那個點上面 所以你在用這個困的時候 就是要用在那個點的上面 這就是最困難的地方 所以 因為那天在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們要怎麼用 然後他就 覺得非常滿意 這個 就覺得說 為什麼 你們會去 注意到這麼多的事情 說就幾十年了 我們做這個困 也是做那麼多年 的這個時間 為完全 楊老師在討論 這樣 來勾 來走 走到現在 我們做過多少場的 這個田間實驗 我們不知道 很多我們好朋友拿去營 營料不好 因為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所以他都會跟我們討論 他說阿布 其實 覺得不好 我在電台都不敢跟你說 我須底下跟你說 其實 這個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好朋友 幫我們盜注意 所以 我們一直去找 所以到現在 我們如果這樣跟你說 你怎麼用 怎麼用 出去通常都不會流 這都是一個經驗的 一個累積 所以 這幾年 在這個土壤衛生物 以前已經大家對他 說要適合信心 但是 這幾年 你看市民上 還定義這麼多 因為 他們很多發誓 說不然人家 新郎電台 在營人 大家那麼多人 在營人 其實不是 我們好朋友用過 確實都可以看到 他的好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共同去找到 那個店 今天我們 可以很驕傲 跟我們所有好朋友 來講 就是說 這兩天 不然去遇到 荷蘭的專家 這個 底下大的演講 不然去 接觸一下 當然 大概就是 早上 今天早上 跟他們有一點接觸 接觸過的時候 他就是在說這些問題 然後他就覺得 我們很厲害 他是一個 生物技術 當然 當然他是專門研究 這種土壤 維生物 在這種 藉質栽培裡面 如何應用 所以我們一些經驗 和他分享 他也覺得 哇 很高興 因為他跟很多人說 這種東西 要用 但是很多人都說 這些東西不好 在荷蘭 其實他們 很難去接受 這個土壤 維生物 用在 炎綿 用在 藉質栽培裡面 因為他們 一直去改變 他們 水一直去改變 但是 他希望去 創作一個不一樣的 一種做法 確實 那種做法出來 這個 就還不錯 所以 他也聽到 我們用這麼多的東西 然後他也覺得很 特別給我們 這個 點一下 就是說 他的經驗 確實我們也有感到 這種情形 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人用 很好 有些人用 就不好 那為什麼以前會這樣子 因為 以前在營的時候 就是沒有找到那個點 我們現在 這麼多年來 我們已經都 很認真的去 去田間的觀察 去做研究 所以那個點 我們都有找到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都有找到 所以這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電台裡面 一直跟聽這種朋友說 這個 在營的時候 尤其我們這種 衛生物的這個東西 還是說這種 生物刺激劑 這種 有很多人說 你們的照片肥 這如果是照片肥 這麼簡單就好了 這 玉米蘇 還是說 像這個 釣青 很多這個東西 其實他都是一種 特殊功能性的 這個肥料 在歐洲 他們當然 這類 他們就是叫做生物刺激劑 這種東西 他都有他的獨特的 一個功能性 但是那個功能性 要發揮的時候 一定要配合政府的一個 他的生 行動的解決狀態 那像說 我們途中的這個美食物 我們在用這個 效果要好 一定要配合 他的點 他的點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面 一直說 阿公啊現在大家都很熟 這水條 你如果像 這個外面 如果在說 這個困 這水條怎麼用 那裡 絕對不是自己想出來 一定跟我們一樣 那是我們想出來 我們可以很驕傲 包括這句話 我也是跟 這個楊老師去任何演講的這個所在的時候 他都會說 那是神龍電台 他含他們的聽 他有作為在天間 找出來一個最好的使用的這個模式 這是我們 找出來一個最好的使用的這個模式 當然你說 我沒有來 我沒有要聽 我沒有要聽 不然你就每個月都去幫忙一次 那效果他就一直持續 一直持續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最不完美的 因為你就如果是那個點 聊好幾次 兩次 效果就很好 所以這個點很重要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些參考 荷蘭也印證了我們的這個做法 1月4日 4月4日 0月4日 9月5日 8日 6日 9月5日 9月6日